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让你委屈 我留了好多心 别担心 她 她是个好孩子 她一定不会有事 妈呢 妈呢 她不是状况很危急 你怎么过来了 你妈呢 她现在已经稳定住了 脱离危险了 你放心吧 你妈妈没事了 沈叔 沐欣 西达怎么样了 沈叔爱西达的家属 沈叔小姐 西达她现在状况怎么样了 病人的血液检测出来 是非常罕见的血型 血故意根本没有 你们谁是他家属 怎么会这样 那怎么办 西达她是孤儿 根本就没有家人 沈叔小姐 我们一般的常识 不是说 O型血可以输给任何一个人 我就是O型血 我可以输血给他 我也是 我也可以血血 但是O型血 必须经过配血试验 确定不排斥才能使用 那我们把握时间 我现在就赶快去测试好不好 好 那跟我走吧 好好好 我们一起啊 沈叔小姐 你快去吧 放心 西达不会有事的 西达 你得不呢 你得不呢 沈叔小姐 你得不呢 沈叔小姐 你 你 你怎么回来 你怎么回来 当年的事 爸都跟我说了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要抛下我的 你都知道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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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来 我还一直怪你没有回来看我 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真相 建讯吧 你当年我拓下你跟你爸 毕竟是我的错 你把那么辛苦的一个人把你带大 我没有资格说他的不对 我没有资格说他的不对 这方着想 只有我 什么都不知道 还一直怪你没回来看我 等着等着 我就恨起你来了 是我自己太过软弱 没有能提早鼓起勇气来找你 还没等那么久 不行 对不起 对不起 以前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现在回来了 我怎么都不值得 我今天就没有 我今天是这么多 我今天会有点想 然后我会找到 你怎么会找到 我跟这一楼 你怎么会找到 我这一楼 我自己不想找到 那天我 你怎么会找到 我呢 我呢 我们怎么会找到 我都不想让你 我都不想找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结果出了车祸 怎么样 你没事吧 没事 那 那希达呢 医生已经帮她开完刀 但希达还没有醒过来 医生说 血管里没有她的血 大家正在想办法 怎么会这样 都怪妈不好 要是我没出生 你们也不会急着赶来医院看我 而出车祸 不是妈的错 都怪我 都是我一直让希达奇怪一点 才会出车祸 都是我的错 好了 乖乖 乖 希达一定会醒过来的 妈相信 我的女儿挑的男人 不会那么脆弱 真的吗 对了 我听你爸说 希达很有可能是娇人 之前 我有一个粉丝朋友 寄了一首歌给我 那首歌的歌词 说的就是一个水手 听到 听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汐达 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 我会一直 在你身边守护着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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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沐昔 汐达 你醒了 你正意醒了 让你等下 只要你醒来就好了 我刚刚做了一个梦 感觉好知识 梦 我梦见 我梦见 我还是一儿的手 我妈妈 把我抱在怀里哄着我 她哼的歌 就像你放着的曲子一样 我妈妈告诉我 我妈妈告诉我 这首玉曲 是她改编自教人的歌曲 也许 是这首歌 勾起了你的回忆 也说不定 不确定 不确定 那是我的梦境 还是回忆 要不 你再看一次 你爸妈的合照 或许 你会想起一些什么 我在梦里 好像闻到了 一股淡淡的香味 我记得有人说过 梦境 是由我们最潜在的意识 拼凑出来的 梦中的人事物 有可能是幻想 那也有可能 真实存在过 要不 我明天去问问庄嫂吧 她在多家村 待的时间最久 看看能不能 问出什么线索 母亲 谢谢你 这几天 都愧由你陪着我 你都不知道 昨天的月亮有多美 只要看着窗外的月亮 就好像什么烦恼都不见了 是啊 月色总是而有种 平静的感觉 是 庄嫂 庄嫂 你见过这个照片上的女人吗 这不是那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吗 你真的见过 我记得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这女人手上抱着孩子 她还送我一个鳞片当作纪念呢 真的 那你可以给我看看吗 我弄丢了 我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 可能是我打扫的时候 不小心掉了 丢了 等等 该不会是我捡到的那个鳞片吧 那 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 叫什么名字吗 新 新杰利 不过后来她就走了 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了 不过沐昕 你怎么会有这个照片啊 她们是谁啊 她们 很有可能就是西达的亲生父母 对了庄嫂 你当时见到这个女人的时候 她有没有什么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什么意思啊沐昕 其实 我觉得新杰利很有可能就是娇人 这不可能 那个新杰利也是跟一般女人一样啊 两条腿 没有长尾巴 那 她当时手中抱着的那个孩子 后腰处有没有一个交人的胎记 这孩子 人家抱在手上 我怎么去看啊 要是那孩子也有胎记的话 就能证明 那肯定是西达了 如此一来 也能证明西达就是交人 沐昕啊 你听我一句劝 这交人 就是老人家传下来的故事 不可能是真的 可是 这个 这真的是交人的灵片啊 我小的时候见过的 我拿个东西给你看 你看 你看 这些是我小时候在海边玩捡到的 我把它们做成钥匙链 这真的是交人的灵片 我还以为 只有我这一个 所以说呀 不能光靠一个灵片 就非说心结力是交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西达跟他妈妈 真的都不是交人吗 再来继续啊 好 用力 你们在干嘛 见识 爸 爸 你在干嘛 你别闹了吧 这是海绵啊 我在健身 你没看到啊 但是休息室 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啊 这些都是 厂商赞助的 自从啊 小人一起开跑之后 好多厂商啊 都上门抢着让救生队员 当他们的代言人 那些厂商一定是看我直播 知道我教网友健身 所以想借着我的人气 宣传他们的产品 如果你直播跳海 粉丝会更多 你不要损我好不好 我知道我现在的人气直线上升 还有粉丝送我红包 让我赚了不少钱 你是我们这边的网红 那对了吧 怎么没有看到江泽哥呢 江泽去找江凯了 因为我今天收到了江凯的此车了 他就准备去别的城市 读餐理学院了 江凯为什么会突然做这个决定啊 他是说他想要学好调求 还有餐理这方面的学术知识 那江泽哥一定会很担心的 餐理学校的事我不能答应 你一个人在外面 要发生什么事该怎么办 我不是小孩子 我会照顾自己啊 而且吴明哥也说我进步很多 我可以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了 那是他不知道你的情况 你到底 哥 我不是别人了哥 我已经都好了 你为什么 为什么都不相信我 哥不是不相信你 只是觉得你要是喜欢调酒 你可以继续留在星月湾 没必要离开啊 我不要 哥根本只是想把我绑在你身边 我不要你一直照顾我 我已经长大 我想要做我自己的事 我想要顾我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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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你在管我的事情 小心木心 江凯 你这是干什么 你差点砸到木心了 小心姐姐对不起 我没事江凯 不过你怎么弃生这样 你怎么回事啊 反正不管哥怎么说我都要去 江凯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坚持 要不我去找江凯谈谈 不用了 我找时间跟他谈 怎么了 需要帮忙吗 你怎么在这 这时间 你不应该在大厅吗 沐昕刚才来找我 说你和江凯吵架了 我没想到他那么坚持 他根本就不知道 社会的险恶 我只是想保护他 好了 先过来坐下 给你看样东西 这些都是江凯 在酒吧里的照片 你看看 很意外吧 没想到江凯可以变得那么有自信 还可以自在地和客人聊天 原来江凯说的都是真的 他现在真的能够独自面对很多事了 我应该要学会慢慢地放手 不再用自以为对的方式 去陪伴他 你只是太爱江凯了 才这么担心他 江凯他肯定也知道 你是一个好哥哥呀 谢谢你 其实要是你真的担心他 你可以跟他一起去啊 可是 我们就得分隔了地了 谁说的 前几天 萧董打给我 说他买下了一间酒店 想找我当公关经理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刚好就是江凯想读书的城市 小碧他找过你 可是我还没有答应他 因为我不想要跟男朋友分开 但是我刚刚听到江凯的事情 我就过来说服你啊 这样你放心跟他一块去吧 宋敏 你真的愿意跟我一起去 当然 可以和你在一起 又可以支持江凯 去哪儿我都愿意 加上萧董给的条件也不错 工作也有挑战性 这样不是很好吗 谢谢你支持 我答应你 以后 不管我们在哪里 只要有你陪在我身边 我一定会好好地找你 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爱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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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